才发家的小儿子迎来惊天逆转 道骏重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就在刚刚 道骏举报姑姑挪用公款 本以为姑姑会很快来求自己 帮忙填补窟窿 却迟迟未等到 随即他来到顺扬百货来找姑姑 却发现了 门口聚集了大量 被姑姑坑走租金的商户 面对那些人 姑姑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道骏直入主题 表示让姑姑将顺扬百货的股份卖给自己 这样不光可以解除他亏空公款的事 还可以让百货公司起死回生 姑姑却果断拒绝 表示即使自己将股份带入棺材 都不可能给他 并且 自己已经将能赚钱的项目都挂出去 付出两个月就能解决问题 道骏提醒他 两个月的时间对你而言 只不过是依附该换季的时间 可对于拿不到货款的平民来说 这可是灭顶之灾 没想到姑姑竟然嘲笑他们 只配当一辈子穷人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道骏 上一世的他出生在穷苦家里 就连水电费都交不起 初恋对自己表白 道骏却把自己的随身厅卖给了他 随后用卖的钱跑到超市 准备买打折的泡面 竟然看到穷困潦倒的父亲偷飞鱼罐头 于是当晚他就烧掉了高考的准考证 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真一直是他的痛 道骏嘲讽姑姑如果你不是出生在顺阳 你能坐上现在的路 然后气冲冲地找到才发爷爷 想要兑现替爷爷赚了100亿的奖赏 他希望爷爷动员顺扬百货的理事们 召开理事会 很快 走廊贴满姑姑挪用公款 准备卸任他代表职位的公告 得知这个消息 姑姑紧张坐立不安 不过狡猾的姑姑 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 他将一切责任 推到了勤恳工作40年的秘书身上 可他不知道的是 人秘书随身携带的钢笔有着录音功能 深夜道骏在后山上约见人秘书 试图说服对方在明天的理事大会上 揭露姑姑挪用公款的罪行 忠心耿耿的女秘书 却不愿意做背信弃义之事 道骏告诉他你对陈华荣忠心耿耿 到头来换来的却是法律责任 蔡徐坤你的心太高了就完事 道骏的每一句话 都砸到了任理事的心中 任理事真的会帮助道骏吗 第二天徐敏英终于找到了 能证明不失举报的线索 而另一边的理事会上 果然如道骏所料 姑姑在大会上 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并说 这都是道骏为了夺走自己的股份 进行的污蔑 为了让姑姑心服口服 道骏准备让人秘书出来作证 姑姑听后顿时吓得脸都绿耳 可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了意外 公司的大门外 秘书刚下车准备和老吴会合 竟然在老吴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大家猜一下是谁带走了秘书 随后老吴通知道骏 任秘书突然消失了 看到消息的道骏面露难测 姑姑见证人迟迟没出现 气焰嚣张地对众人说 看到了吧 这一切都是道骏对他的不实举报 并且他已经委托首尔中央递检 进行内部调查 话音刚落 徐敏英便推门闯了进来 面对徐敏英和姑姑的强强联手 道骏究竟如何绝地逢生 才发家的小儿子迎来最高能的一击 重生后的道骏 和暗恋自己的检察官终于修成正果 也因这一幕迅速登上网网的头版头条 就在刚刚的股东大会上 道骏本想拿下姑姑手里的金银权 不料徐敏英闯入 说自己已经掌握了不实举报的证据 姑姑顿时得意起来 殊不知下一秒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徐敏英当众打开了录音笔 里面正是姑姑指使秘书 我用1400亿公款来购买股票的证据 各位股东对熟是熟非一目两难 姑姑嚣张的气焰也瞬间被浇灭 会议结束后 道骏再一次找到了姑姑 劝他签下股份转让协议 姑姑则死鸭子嘴硬地说 命运坐牢 也不会把股份卖给道骏 道骏提醒姑姑 你坐牢不要紧 但是因此 让顺扬名誉扫地也没关系嘛 恐怕市长姑父的政治生涯 也将依你止步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面对道骏的步步紧逼 姑姑瞬间抓狂 他不明白道骏为什么偏偏只针对自己 然而对方的回答 却让他呆若目击 道骏说 你曾经不是教育过我 私生子不配成为继承人吗 那我只能买吗 最终女人只能哭脏着脸 在合同上签了字 就这样道骏成功打败姑姑 拿下了顺扬百货 为日后吞并整个顺扬集团 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次日爷爷来到了顺扬百货 却发现道具不是自己管理 而是准备让经理来经营 爷爷坐在了一个黑色的沙发上 询问经理明年的订货量是多少 经理表示现在韩国经济萧条 结婚率越来越低 所以订货比较保守一些 爷爷却直接讽刺他 该配一副老花镜吧 眼镜不太好看 事情只看一半 如果不结婚都是单身的话 反而他们会一人一套沙发 这样本来两个人 买一张沙发的事情 变成了两个人买两张沙发 连这点事情都看不明白吗 回到办公室里 爷爷却差点摔倒 看来脑中的肿瘤 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爷爷说自己没事 因为自己有三颗心 一个是赚钱的野心 第二不相信别人的疑心 还有就是不管是谁 都可以背叛的变心 自己当年就是靠着这 三个心眼打拼下来 并提醒道俊 切记不要轻信任何人 即使把事情交给手下 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这时道俊反问道 如果有一天 我的爷爷变心了 你可可以吗 准备离开的爷爷厅后 被逗笑了 另一边本来打算将挪用公款的姑姑 送进监狱的敏英 却被部长要求撤销对姑姑的滞空 称其已经亏空的公款 不及此事可以结案了 刚正不恶的敏英当即提出了质疑 因为姑姑挪用公款 导致数十家公司倒闭 上千人失业 这样轻松结案 对受害的平民很不公平 希望部长可以公正处理这件事 然而正义举动 惹得领导茫然大怒 他警告敏英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你需要做的就是服从 到晚 深受打击的敏英 找到道俊喝闷酒 表示自己让他失望了 没有能将姑姑 送上公平的处罚台 在领导的施压下 自己还是妥协了 敏英认为道俊骗了自己 说什么 自己可以成为首尔最优秀的检察 官可如今 自己却因为上司的一句话 就要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看着失落离开的敏英 道俊心里一丝心疼 这时突然在电视上 看到敏英喜欢的偶像 付出的消息 于是他飞快地跑出去 找到敏英 开心地拉着他的小手 跑到了大屏幕前 看着最爱的偶像 真的付出了 敏英喜急而替 道俊说 这下你相信我了吧 我认识的敏英 绝对是个好检察官 这一刻敏英无法控制自己 随着这一吻 两人光速走到了一起 这突如其来的双向奔赴 不知道大家做何感想 两人前一秒才确认了恋爱关系 下一秒就带着一帮检察官 来调查男友的公司 这件事和大嫂多少有点关系 随着金融风暴的结束 韩国政府提前还清债务 老吴一脸崇拜地看着道俊说 又和你预测的一样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 就是你每次猜中了结果 但却一点都不激动 老吴答句道 你不会是外星来的鬼怪吧 道俊微微一笑说 接下来就是金融的时代 这将成为奇迹公司的新票版 道俊的想法和老会长不谋而合 但儿子们都觉得维持现状 保持现金流通最重要 而老会长却深谋远虑地看出了 传统的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了 金融市场必将成为企业的命脉 于是当即决定成立顺扬金融公司 而二儿子得知后异常开心 他知道老爷子身患绝症 这么做无疑是想确定继承人 只要自己能成为金融控股的主人 就会成为整个顺扬集团的主人 接着秘书拿出了成立金融公司的草案 这时大嫂故意把新俊的工作日志 交给了大伯 大伯轻声说 如果在金融公司 能有儿子的位置就好了 并说新俊在物流公司做得不错 不料老会长看着新俊的工作照说 既然做得这么好 就继续还在那里吧 殊不知这些话 恰巧被门口的大嫂听见 看着事情发展对自己愈发不利 深藏不露的大嫂决定开始反击 与此同时 道俊和敏英迎来第一次约会 看着敏英在路上补妆 道俊一阵宠溺 表示都这么美了 还要化妆 敏英讲述着 因为处理一起金融传销诈骗案 才来得晚了 并问道俊 奇迹公司不会这样吧 道俊说 你是怕我会以嫌疑人的身份 出现在敏英面前吗 恰好这时 他们两个的手机都响了 敏英回到检察院 部长对她说收到举报 有人利用内部消息 故意操纵 New Date公司的骨架 幕后操纵之人 是个才华三代 这个烫手的案件 部长人命理应亲自处理 另外一遍 道俊慌张地赶回公司 秘书就告诉她 闲城日报不经调查 就大肆报道顺阳集团的小孙子 股票就当道俊思考如何应对时 更加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 刚刚还有吻在一起的热烈女友 带着众检察官们推门而入 接下来的几天 奇迹公司的电话快被打爆 那些与奇迹公司合作的企业 纷纷索要赔偿 老吴认为这一切都是姑姑的报复 但道俊却一下就猜到了 是熟知股票交易细节的二伯的主意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来找爷爷 迎接他的竟然是大嫂 大嫂说如果有困难的话 尽管来找他 毕竟他们是一家人 但看到道俊离开后 大嫂表情瞬间变得阴狠起来 道俊向爷爷解释 自己的病位操纵股价 这时二伯突然出现 他假惺惺地表示 奇迹公司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投入 肯定会破产 到时候顺扬集团也会受到影响 爷爷问你有什么办法吗 二伯表示 愿意用顺扬证券将奇迹公司收购 走个温暖路线 一个抗下侄子错误的伯父 这样一来 道俊的困难迎刃而解 顺扬的名誉也保住了 爷爷再三考虑后 竟然同意了二伯的建议 但道俊却显然不想把自己的心血 拱手让人 说自己只需要时间证明 没有操纵股市的嫌疑 可爷爷根本不予理会 那么道俊的这次能否化解危机 下一个要对付的是大嫂还是二伯 宋仲基的复仇爽剧 将在本集迎来惊天逆转 前世害死爷爷和道俊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奶奶 这天爷爷准备将继承权交给小孙子 却在途中遭遇车祸 当玻璃划过道俊的眼前时 前世的记忆再次闪入脑海 之所以他想不起前世 关注陈道俊的任何信息 是因为几天前 道俊被二伯举报操纵股市 使得投资商纷纷撤资 二国趁火打劫准备收购他的公司 回到公司后 道俊找老吴商量对策 最终决定 将公司海外投资的钱全部变现 用来应对这次危机 这立刻引起了老吴的极力反对 因为目前奇迹公司的大部分收入 都来自于海外的投资收益 但道俊却坚持自己的 决定另一边的二伯又开始捉腰 他找大师算导 道俊这个月会遇到白虎杀 不久将死于非命 但如果能度过 则会成为无人能及的财富贵人 二伯意识到 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定要拿下奇迹公司 于是他收买了奇迹公司的员工 得知道俊这些年迅速报复的原因 竟然靠的是在海外的 多项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于是 二伯一比一复制了 道俊海外的投资项目 并加大了投资力度 另一边的道俊若有所思地看着钟表 因为只有他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他左右不了结局 不出所料 911恐怖袭击还是发生了 海外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的震荡 老吴不由感叹 道俊预判能力太强了 幸亏及时的套现避开了这次危机 然而另一边的二伯就惨了 投进去的大量资金瞬间血本不归 他的证券公司陷入了巨额的亏损状态 而道俊却在此时逆水行中 不仅让秘书选择几个有潜力的股票 进行投资 还利用国民对海外投资的恐慌 率先在国内展开投资 项目上市二周更是突破了四兆元 这让国内瞬间掀起一股 基金投资狂潮 连带着股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真正成为股市的奇迹 次日道俊来到了二伯公司 二伯幸灾乐祸地说 不要以为凭借运气赚了点钱 就可以过来耀武扬威 我知道你在国外的投资也血本无归 道俊反问道 奇迹公司的投资可是商业机密 二伯是如何得知的呢 但随后的话让二伯更加毛骨悚然 思想这么快 随后道俊就像当时报复姑姑一样 拿出合同准备收购顺扬证券 二伯生气地将合同抓碎 表示想都别想 道俊提醒二伯 由于你的错误投资 导致很多企业都拒绝跟顺扬证券合作 损失超过百亿的公司也准备向你追责 所以眼下只有让奇迹公司收购 才能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说着道俊再次将被二伯柔成团的合同展开 放在他面前 接着他学着二伯当初教育自己的语气 感叹着说自己愿意做一个替伯父 堂下一切错误的可怜侄子 就这样 道俊成功拿下了二伯的顺扬证券公司 惨败后的二伯来到了爷爷的别墅 借着酒精质问老爷子在道俊背后指点 不然一个矛头小子怎么可以这么狂妄 看见这个儿子这么不争气 连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住 老会长对他失望透顶 于是第二天爷爷找到道俊 一脸严肃地问他 为何非要对姑姑和二伯做得这么绝 道俊却回应自己和爷爷一样 多三的心眼 爷爷被道俊的话逗笑了 随后爷爷告诉道俊 自己决定将顺扬金融公司交给他 不料下一秒 一辆轿车从侧面狠狠撞了过来 很明显这场车祸 就是为了阻止道俊成为顺扬的继承人 这时道俊突然想起 今天是上一世的陈道俊的死期 难道历史真的无法改变吗 宋仲基新剧一级更比一级高能 身价千兆的财发爷爷 准备将继承权交给小孙子 不料下一秒大货车间突然撞了过来 在继承发布会前夕 失事的二伯找到大嫂 表示自己愿意站队长孙来对付道俊 大嫂不可置信地说爷爷还在生气 二伯则成竹在兄地表示有他的帮忙 爷爷一定会同意 果然当晚 二伯拿出了新俊的业绩报表 表示是时候让长孙回来了 随后大嫂找到新俊 告诉他不久之后就可以调回总公司 具体职位还没有说 新俊一把拉住贤明 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些 但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你比我强吗 贤明嘲笑地反问道 真是扶不起的阿童 你知道和你结婚后 你花了我多少钱吗 贤明的话把新俊羞羞辱得体无完肤 此刻他更加坚定了 争夺顺扬继承权的决心 第二天新俊一起风发地回到总公司 却意外得知 爷爷今天会在金融公司的发布会上 宣布继承人是不一会 爷爷和道俊就在高速上出了车祸 会是新俊岛的鬼吗 得知消息的奶奶 迅速带着家族成员赶到了医院 奶奶焦急地上前询问医生 老爷子的情况 医生说目前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的众人各怀鬼胎 二伯询问医生父亲会一直醒不过来吗 大伯则考虑的却是公司的股价 并成绩自告奋勇 准备代替父亲管理公司 这时姑姑气愤地说如果韩国治不好 我们就去美国 绝不能轻易放弃 另一边的道俊却安然无恙地出 陷在了医院 此时他正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手术中的人 随着手术的结束 道俊的小司机被推了出来 医生表示手术很成功 原来出车祸时 小司机开车挡在了货车前面 才让道俊和爷爷的车子减小了撞击 保镖告诉道俊 在身亡货车司机口袋中 找到了写有老会长车牌号的纸条 很显然这并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 而是针对于爷爷的谋杀道俊 命令保镖务必找到幕后指使 此时的道俊意识到 上辈子自己被你们一枪抱头 这一世重生为尘 道俊绝不能再次死在你们手里 随后道俊来到爷爷的病房里 爷爷正完好无损地看着他 此时爷孙决定两一起布局 找出幕后主使 爷爷看着车祸照片 秘书说按照您的意思 已经把车祸归咎于货车司机酒店 物彩油门引发的车祸而结案 并当即提出一点 觉得这一切仿佛早有预谋 老会长直接打断 因为他不敢再听下去 在他心里他只想赶紧找个继承人 自己好安度晚年 接着秘书说 您真的认为 凶手是顺阳家三兄妹之一吗 老会长说 这个司机跟了我几十年 从未出过车祸 为什么在准备开记者会的那个时间 出了事 很明显他们不想让道俊成为继承人 所以自己一定会成立金融公司 下周一 如果自己在理事会上 安然无恙地出现 他们吓得目瞪口呆的样子 一定很有意思 看着抢颜欢笑的爷爷 道俊心里知道 爷爷这是在强撑着道俊说 我知道您是因为自己生病的事 才着急成立金融公司 并把会长之位传给我 爷爷没有回答他 反而看着手中的照片笑了 经历了这么严重的车祸 而车上的人却相安无事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宣传 顺扬汽车的机会 他让道俊赶紧打给公关部 发布新闻出去 随后爷爷握着道俊的手说 让他最近务必要注意安全 与此同时 姑姑和二伯准备强闯老会长病房 此时从不顾问家事的道俊父亲 突然拦住了去路 父亲能否守住老会长的秘密 财法爷爷发现 杀害自己的幕后黑手吗 既然当场变成了三岁小孩 他满眼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人 道俊告诉父亲 一定要随时监督三兄妹 在理事会之前 千万不能让他们见到老会长 这时妈妈突然出现质问父亲 明知道是三兄妹搞的鬼 为什么要放弃调查 说着就要报警 道俊却阻止了母亲 表示是自己要求警方中断调查的 因为自己想活着 如果凶手真的是财华家族里的人 他们也会花钱摆平的 这样会是自己和爷爷再次陷入危险 不过自己和爷爷 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了 父母走后 暴君来到奇迹公司 这让钱一秒还 愁容满面的老吴瞬间惊喜万分 老吴询问车祸的 是调查的怎么样啊 暴君说 凶手会在理事会那天自己跳入陷阱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坑爹三人组正在谋划 如何在理事会上破坏金融公司的创立 姑姑提议直接叫停就好了 二伯嘲笑他没脑子 如果父亲醒来 发现有人误逆他的意思 那岂不是要被问责 老奸巨华的大哥说 如果想要摆平这件事 只能让佣兵打头阵了 意思就是去说服各大股东 反对成立金融公司导致成立草案不通过 殊不知另一边的老会长 早就识破了儿女们的小伎 听说想在几天内讨好这些股东呢 势必会吃不少苦 爷爷让道俊好好准备这次的理事会 做好当金融公司会长的准备 随后他让秘书给道俊准备好帅气的西装 与此同时 派去调查车祸的保镖 发现肇事司机架 里贴满了欠费单 并在打火机上 发现了骑经常去一家游乐场 于是保镖询问游乐场老板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老板表示和对面这个男人比较熟 保镖向男人打听了货车司机的事 得知对方生前欠下很多赌债 并说这种案子当时没有监控 应该很难查吧 保镖听后没有再追问 而男人则慌忙地回到办公室 赶紧从储物柜中拿出了神秘物品 而此时保镖突然闯了进来 男人一脸猛逼 保镖说你暴露了 因为警方并没有透露案发现场 没有监控你是怎么知道的 面对保镖的威胁 男人终于说出了真相 有人委托他们策划了这起车祸 自己并未见过对方的真面目 对方是利用储物柜 进行指示和支付报酬 而本次的报酬正是这幅花鸟图 幕后黑手相当聪明 因为交易书画不会有记录 更无法查到源头 随后道俊找到爷爷 汇报了调查进展 秘书告诉爷爷 这幅画是大草的 难道想害您的是长孙陈兴俊吗 听到想要他命的人 竟然是自己一手带大的长孙 下一秒老会长竟然疯了 面对老会长突然的精神失常 李师慧将如何进行 这场继承之战 谁又会是最后的赢家 这绝对是财华家的小儿子里 最高能的一级 原本疯癫的财华爷爷 竟然霸气地出现在了李师会现场 使得各怀鬼胎的一众儿女 瞬间呆愣在原地 老会长看着众人吃惊的目光说 身为大韩民国公民 都不看新闻吗 顺扬的汽车安全性最好 使得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并当众宣布 道俊成为金融公司的新任社长 就在刚刚 病房内的爷爷张望正发作 他开始穿西服 并告诉小孙子 抓紧准备一会九点的李师会上任一事 道俊提出让爷爷好好休息 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 但老会长表示 如果自己不出现 董事会的人是绝对不会同意 成立金融公司的 说着便往外走 眼看瞒不住了 道俊直接拉开窗帘 质问爷爷现在是晚上九点 爷爷你还要开会吗 并且要穿成这样去马 爷爷低头看看自己的底裤 又看看道具 如今的状态 让这名顶级财阀的会长一个亮相 摊坐在床上 道具蹲下身安抚爷爷 这只是车祸后一阵 好好休息会慢慢恢复的 而倔强的老会长说 无论如何 本次李师会非去不可 因为李师会的人只听自己的 道俊反问 如果您在会议上出现张望正 就可能会被这些人赶下台 听到这里 绝望崩溃的老会长 瘫倒在道俊的怀里 随后道俊赶紧找到老吴 商量对策 有没有可能在老会长不去的前提下 让股东们投票给自己 老吴说这么做无疑是天方夜谈 并说经过调查 您的表哥星俊拉到了过半的反对票 如果依旧投票表决的话 金融公司肯定成不了的 听到这里 道俊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他主动找到了星俊 开门见山的 让他在明天理事会 支持金融控股公司成立 星俊却反问凭什么要支持 道俊说爷爷从始至终并没有昏迷 之所以隐瞒大家 是因为爷爷的车祸并非意外 而是预谋杀人 其目的就是阻止金融公司的上市 明天理事会是谁反对成立 谁就是爷爷要找的凶手 果不其然 第二天的理事会上 星俊投了赞成票 使得众人一阵吃惊 随后站队长孙的人也跟着举手 投出赞成票的过了半数 就此金融公司正式成立 下一步就是竞选社长 道俊和秘书是两个候选人 作为老会长举荐人的道俊 本以为胜券在务 却被长孙突然打断 他提出如果顺阳年轻化 那么各位老股东还能坚持多久 并成绩推荐了担任顺阳副会长的父亲 成为金融公司新社长 这一招把道俊打得措手不及 正当董事会的人陷入讨论时 新俊成绩上前嘲笑道俊 你说过 反对成立金融公司的人就是幕后黑手 那我现在同意成立 但却又把你从社长位置拉下来 那我算什么 并说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我现在还能称呼爷爷为陈养哲社长吗 就凭爷爷神志不清的状态 还能将社长之位传给你吗 就当所有人都觉得 大伯毫无悬念地成为新任金融社长的时候 爷爷却霸气来袭 当众宣布道俊是新任 社长在众子假模假样的祝贺下 接下来必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白发家的小儿子谜团终于解开了 要杀财发爷爷和道俊的竟然是奶奶 爷爷质问 被揭穿的奶奶瞬间瘫软在地 原来就在刚刚 得了张望正的老爷子找到医生 请求对方给自己注射药物 让自己保持两个小时的清醒 只有将金融公司成功交到道俊手里 他才安心 医生说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让您陷入生命危险 但即使如此 爷爷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换来了两个小时的清醒 在道俊即将被李氏会赶下台 狮猴及时出现 力挽狂澜稳住了道俊社长的位置 会议结束后 却没想到新俊竟然给爷爷挖了的坑 他故意问爷爷 第二次石油危机是哪一年 爷爷脸色迅速陷入尴尬 他掐着自己的手 试图让自己回想起来 但仍旧无济于事 眼看情况不妙 道俊赶紧上前解围 撑爷爷累了 赶紧搀扶爷爷进了电梯 不服输的爷爷在电梯里骂骂咧咧 道俊却发现爷爷竟然要失禁了 爷爷发现后也是满脸惊恐 像个做错事情的孩子 为维护爷爷的尊严 道俊只能故意向他发火 说 你既然不放心把公司交给别人 那就永远健康长寿就好了 看到老会长委屈的样子 道俊不忍继续说下去 随后道俊接过保洁员手里的抹布 丝毫没有嫌弃地跪在地上 清洁爷爷弄脏的电梯 看到这里 对道俊来讲 爷爷也成为了他心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另一边的坑爹三人组 正在纳闷对外宣传陷入昏迷 老父亲为何突然出现 新俊说因为爷爷的车祸是有人叫缩的 而今天反对道俊成立金融公司的人 就是爷爷要找的幕后黑手 这时三兄妹立刻意识到 从始至终就只有二伯极力反对 二伯家的连忙否认 大伯感叹我们三个都是一类人 虎视眈眈地觊觎父亲的钱袋子 可关键时刻 怎么会忍心对亲生父亲下毒手 另一边大嫂找到敏英 向他声明 车祸涉及的 那幅花鸟图并非他们画廊的收藏品 只是被临摹的赝品 随后大嫂给了敏英一张名片 表示这个名叫新画廊 是专门卖艳品的地方 与此同时 保镖循着线索也查到了新画廊 他谎称自己准备买画 成功地拿到了店主的联系方式 保镖接过纸条后 询问店员这个印章是什么意思 店员回答说 这是我们老板的专属印章 随后保镖迅速来到了奶奶的画廊 对比后发现 教唆杀人的纸条正是出自奶奶之手 至此奶奶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保镖将消息告诉了道俊 道俊顿时慌了 穿越重生的他也没有料到 年近七十的奶奶竟然是凶手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找到爷爷 准备将真相告诉爷爷 却发现奶奶已经提前来到了医院 准备将爷爷接走 入了虎口的爷爷 接下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财发家的小儿子本季迎来高能反转 因和奶奶组织家族聚会 准备公布财发爷爷的病情 并冷冷地说 就在刚刚 爷爷揭穿了奶奶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奶奶吓得赶紧跪地求饶 他说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半辈子 到头来你却将顺阳交给私生子的儿子 他请求老爷子让长孙继承家业 不料下一秒老会长竟然转变态度说 中间不止孩子大 面对老爷子突然的失忆 奶奶露出阴狠的眼神 一场巨大的阴谋即将展开 晚宴上 奶奶竟然直接坐到了餐桌的主位上 奶奶召集所有家庭成员 唯独没有喊到俊一家 正当奶奶准备宣布爷爷的病情时 道俊突然闯了进来 将一个信封交到了奶奶手里 奶奶打开后瞬间大惊失色 因为道俊已经知道了 这次车祸是奶奶指示的 她故意把新画廊的名片放在文件里 奶奶偷偷地把名片藏了起来 道俊离开后 奶奶不情愿地说 你们的爷爷身体很好 姑姑拿起来道具送来的诊断书 上面写着轻微擦伤 感叹我们的爸爸真健康 而爸爸 却把我们当成策划车祸案的不像 倒不如得了绝症好呢 这样她失去判断力还情有可原 说着细经地离开了 家庭宴结束后 奶奶找到道具 道具说您用的山茶花的印章 寓意爱护自己的父母之心 请问只是行凶的这张纸上的印章 也属于这个意思吗 看到这个奶奶慌了 她准备抢夺 却被道俊躲开 道俊说我是来帮助你保守秘密的 不过也要帮助爷爷保守秘密 奶奶说你居然威胁老人家 而道具则表示只把这当做交易 接下来我说的话才算是危险 如果我们家族任何人知道爷爷的秘密 您的秘密也会不保 教唆杀人的纸条 当做报酬的赝品化作 我都会交给警察 奶奶则恶狠狠地说 都是因为你要抢走顺扬 不然什么都不会发生 道具却礼貌地说爷爷 寿宴那天可是您邀请我们回来的 奶奶万万没想到 最终引狼入室的竟然是自己 随后道具找到爷爷 爷爷询问车祸是否找到了线索 道具谎称还在调查中 而且那幅画并不是大扫的 并顶住爷爷别担心 老爷子说我的子女都想继承顺扬 只有你想买下 你想要的其他东西是什么 见道具沉默不语爷爷说 此时感觉道具和爷爷才是真爱 爷爷演出了女主的感觉 与此同时面对道具身份的威胁 长孙兴俊一改往常高高在上的嘴脸 居然低声下气找到了闲城日报的岳父 准备联手对付道具 于是第二天 报纸上就刊登出 顺扬汽车经营不善的谣言 导致股价大幅下降 众股东纷纷要求财阀爷爷下台 老爷子该如何应对 财阀家的小儿子最新一级全程高能 孙媳妇尽心尽力地照顾爷爷 却不料被爷爷当成了已故的情人 不但强行将对方留下来陪自己 还说出了惊天秘密 会让两人的小孙子继承顺扬集团 听到这话 大嫂吓得连忙捂住了嘴巴 爷爷可能已经得了老年痴呆 正要一探究竟的时候 道具正好进来 他发现了爷爷的状态不对 借机将爷爷推进了书房 大嫂也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奶奶看着愣神的孙媳妇 告诉他以后不用亲自给爷爷奉茶了 并询问爷爷 刚才有没有说一些奇怪的话 孙媳妇面吴柏兰的撒谎 表示爷爷刚才什么都没说 两个女人八百的心眼 此时楼上的爷爷看到道具红 奇迹般的清醒啊 因为顺扬汽车的股价连续暴跌 爷爷准备卖掉顺扬汽车 道具极力反对 说自己有办法让顺扬汽车起死回生 希望爷爷把顺扬汽车经营权交给自己 道具知道这是爷爷梦想起航的地方 他想要帮爷爷守住顺扬汽车 见爷爷不相信 暴君提出要跟爷爷对赌 如果韩国队踢进世界杯四强 就不能卖掉顺扬汽车 在孙子走后 爷爷感慨偌大的顺扬家族里 唯独道具会为我着想 看来我要修改一嘱了 另一边道具 凭借前世记忆的道具得知 2002年韩国队会晋级世界杯四强 所以在顺扬汽车的会议上 提议将顺扬汽车成为世界杯赞助商 果然不出所料 韩国队越战越勇 已经成功竞技了八强 顺利地将顺扬汽车推向了全球 奇迹般地让顺扬汽车起死回生 并且还拿下了年度新车的销售冠军 然而还没等道具高兴多久 很快悲剧便发生了 大嫂竟然偷偷来到了爷爷房间 企图翻找些什么 原来就在刚刚新郡提醒妻子 最近奶奶不止照顾爷爷的生活起居 甚至连爷爷的药都是他亲自准 你难道不好奇老爷子到底是个什么药 于是大嫂假接送茶的机会 准备一探究竟 大嫂问爷爷药瓶放在哪里 爷爷说了胃之后 果然发现了一包奇怪的药 却不料此时奶奶突然出现 大声训斥大嫂不要乱动长辈东西 让她赶紧放下药瓶 奶奶本以为大嫂会乖乖听话 可没想大嫂却脸色阴冷地说 您之前问过我爷爷说了什么吧 我现在想起来了 爷爷爷称呼我为润姬的妈妈 并说 要把公司交给润姬的儿子道俊来继承 听到这话 奶奶被气得浑身发抖 然而大嫂接下来的话令她毛骨悚然 大嫂知道 新画廊是奶奶叫做杀人的地方 于是暗示奶奶 新画廊如果需要临摹赝品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奶奶瞬间听明白了 孙媳妇已经知道自己的秘密了 这下她也顾不上拿回给爷爷吃的药 奶奶亮腔地走出门 却发现老爷子倒在了地上 财发家的小儿子应该是是急反转 没想到财发爷爷竟提前离世 就在刚刚老爷子住院后 二伯家的女儿突然从国外回来 她的出现将颠覆全局 随后秘书当众公布了 老爷子最新修改的遗嘱 并强调遗产会在爷爷死后立即生效 之后宣布了遗嘱内容 按比例将顺扬遗产进行了分配 就连道俊的哥哥都得到了价值不菲的股份和地皮 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 爷爷竟然没有留给最爱的小孙子任何遗产 听到这话的众人瞬间压麻呆住 姑姑表示老爷子让道俊当金龙会长 明明就是想要他继承家业的意思 为什么偏偏一分钱都不分给他 回到公司后 老吴打抱不平地问道俊 为何一向备受宠爱的小孙子 竟没分到一分钱 在老吴的一番追问下 憋了一碗苦水的道具终于发飙 我也想知道原因 爷爷说让自己继承公司 最后却又改了衣主 他不断回想爷爷当初对自己说过的话 你对您那么性感疙瘩 难道爷爷从来都没信任过自己吗 随后道俊气冲冲地跑到爷爷房间 准备询问爷爷 但是看到一向意气风发的爷爷 现在浑身插满管子的状态 那些到嘴边的怨气又咽了回去 道俊默默走进爷爷身边 将顺扬汽车成功的消息告诉爷爷爷 爷爷动了动手指 仿佛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就当道俊准备离开时 一带萧雄就此陨落 就这样爷爷享年76岁 而女们各怀鬼胎地送别着爷爷 随后奶奶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家庭会议 表示谁能让家里和谐相处 谁就可以得到我手里的顺扬生命的17% 谁就有资格得到整个顺扬公司 次日父亲来到了奇迹公司 告诉道俊 奶奶准备把17%的股份转让出去 这会导致道俊措施继承顺扬公司 爸爸劝道俊公开病房视频 证明爷爷在精神不正常下列的遗嘱 属于无效的 道俊听后当即打电话给秘书 却说出了让爸爸意想不到的话 他让秘书将爷爷的病房视频删除 并告诉爸爸 就算爷爷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我也不能公开爷爷最后时光的录影 那是一个荣马医生 要强的企业家的耻辱 回到公司 道俊和老吴商量 老吴提醒 如果自己得到奶奶的17%股份的话 就可以顺利拿下顺扬集团 他以奶奶故兄杀人的证据相要挟 轻松将那17%的股份收入囊中 然而大嫂已经猜出了原因 他将奶奶故兄杀人 被道军威胁的事全都告诉了新具 得知这爆炸性的消息 大伯迅速找上了门 奶奶以为找到了依靠 向儿子倾诉了心中的罪恶 没想到大伯为了继承权 竟然找到检察官徐敏英 举报了母亲 才发家的小儿子 最新一级反转不断 大嫂竟然扬了 看着手里的两报杠 老公狂笑不止 这下更坚定了 新具拿下顺扬的决心 新具找到老爸 说我们除了有王牌 还有鬼牌 次日信心满满的道俊 来到顺扬人寿的股权会上 却在投票环节中 股东们同时收到了短信 内容竟然是 道俊在爷爷临终时 因为股权和爷爷争吵 致使爷爷当场死亡 道俊极力否认 这时新俊站出来说 爷爷房间有监控 让道俊提供监控 证明自己的清白 此时道俊脸色陷入尴尬 因为几天前 为了维护爷爷最后的尊严 他已经吩咐秘书删除了 不料此时的秘书 竟然倒戈相向 他拿出了道俊 当时的电话录音 说视频已经在 道俊的要求下删除了 如果心里没鬼 为什么会这么要求呢 有人陷入谴责 二伯继续让大家接着投票 表决顺扬物流的会长 无疑大家最后都选择了秘书 原来从老会长得了张望正的时候 秘书就投靠了新俊 因为自己不想永远 做敌人一等的秘书 自己想做主人 帮新俊的条件 就是想要公司的一点股份 自己也能成为主人 另一点二伯和大伯 庆祝道俊下台 以后就是顺扬底下 所有的子公司 我们都说了算了 但是一山不容二虎 两兄弟表面和谐 背得却心怀鬼胎 与此同时 竞选成功的秘书 还在沾沾自喜时 新俊说 这是给你的股份 秘书激动地打开 却瞬间变了脸色 原来是自己贪污的证据 新俊这一招过河 拆乔安的措手不及 他威胁秘书两个选择 第一我举报你去吃牢饭 第二 你自己拿着这些钱 主动辞了顺扬保险会长位置 秘书气愤说 你没出声 我就在顺扬和老会长 一起打江山 新俊嘲笑说 你不是想成为主人吗 现在有个方法 我心跳那才好啊 这话秘书长子都毁清了 怎么会站队这么一个混账玩意 他瞬间起地暴跳 约雷决定让新俊付出致命的代价 穷小子意外重生为 顶级才华家的小孙子 竟和前世的自己相遇 才华家小儿子的最后结局 有可能真的是道俊杀了前世的自己 就在不久前 道俊收到了爷爷留给自己真正的遗产 竟是一把保险柜的钥匙 他缓缓打开柜门 却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带 道俊打开后发现 里面竟是自己前世发现的 秘密资金的账本 也正因为这个账本 让自己隐恨西北 于是道俊马不停蹄地找到了秘书 询问对方这笔遗产的来历 对方坦言 这是老爷子多年来积攒的海外秘密资金 打算留给顺阳的下一任主人 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 道俊疑惑地问秘书 既然这笔钱没人知道 为何你不直接私吞了呢 而被新军侮辱的秘书 此刻也想毁过自新 有了秘密资金后 道俊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先找到市场姑父 提议帮助姑父竞选总统 于是姑父在记者会上提议 取消顺阳继承制 让贫富差距拉小 赢得众多民众的支持 二伯担心如果真的实施了 自己继承公司的计划泡汤 此时女儿提议与其受人摆布 不如另起炉灶 把二伯管理的顺阳金融 从顺阳集团独立出来 这样自己就是集团会长了 二伯看着冰雪聪明的女儿的提议 甚是满意 成立独立公司的话 眼下就需要一棵摇钱树 来提供资金支持 而道俊名下的顺阳信用卡 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于是二伯赶紧找到道俊 提出收购计划 本以为要费一些功夫 没想到道俊爽快答应 聊二伯一脸猛逼地问 你才买的顺阳信用卡 如今为何愿意卖给自己 道俊解释说 自从被秘书出卖后 感觉钱才是最靠谱 半信半疑的二伯 拿着八千亿的收购报价 回去和女儿商量 大师在旁边占卜后 说明年您是火运 一遇金属就燃大运 看来你往金融业发展是急躁 二伯当即决定 拿下顺阳信用卡 女儿看到父亲的秘职操作 甚是无语 劝解无果后 气冲冲地离开了 与此同时 道俊将二伯 要找自己收购顺阳信用卡 这消息告诉了大伯 担心自己地位不保的大伯 立马找到二弟 警告他不要和自己争 顺阳集团 被出卖的二伯呀 迅速找到道俊 却被道俊告知 大伯已经出了双倍的价格 收购顺阳信用卡 二伯这下急了 当即决定付款八千万 惊天限付 剩下的八千万 则拿顺阳误产 百分之二的股份 当作抵押 然而没过多久 韩国便迎来了信用卡危机 许多国民开多张信用卡 拆东墙补西墙 最终导致信用破产 而刚刚买下顺阳信用卡 打算当起摇钱树的二伯 再一次品尝血本无归的滋味 为了收购道俊的公司 这一次他不仅赔了钱 还丢了百分之二的顺扬股份 面对如此巨额的亏损 他只好请求大哥出手相助 于是大伯找到道俊 提出自己会帮你二伯归还八千亿 希望道俊可以归还那百分之二的股份 道俊一口回绝了大伯 随后趁机狮子大开口 开出了1.6兆的天价 来和大伯交换股份 见大伯犹豫 道俊提醒说 这些股份到了大伯 您的手里就意味着 顺扬集团就是您的 听到这话 大伯咬牙签了字 离开大国家后 道俊来到已经关门停业的 顺扬信用卡门前 回忆起了重生前的悲惨生活 前世弟弟因为没钱治病 父亲跑去借高利贷 道俊无奈放弃学业 一天打十份工 有时恰巧遇到顺扬的同事 还要遭受冷嘲热讽 没日没夜的工作 致使他体力不支 为了保持清醒 他只能狠狠地抽自己耳光 这个举动被车主荡成疯子 直接拽下车暴打一顿 而这一幕被成为 人生赢家的道俊看到 就此两人正式碰面 财华家的小儿子大结局反转不断 原来道俊死亡的真相 竟然是自己杀了自己 道俊再一次被大货车撞了上来 肇事司机竟然是前世的自己 时间回到案发前 在财发爷爷事事一周年追到会上 大伯仿佛扮演了一家支主的形象 在台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台下的二伯母嘲笑大伯 说着虚伪的话 也不脸红 大伯母则回对道 你娘家最近信用卡失业垮掉了 你连个依靠都没有了 还好意思和我们争 二伯母反问道 你们家的钱 可都是放高利贷的肮脏钱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大伯母说正因为这些钱 可以让我老公买下顺扬的股票 当上顺扬的总裁 而此时的新俊 也信心满满地对着大嫂说 以后一定会变回长子继承的 我会遵守约定 让你和儿子顺利继承顺扬 心思缜密的大嫂子告诉他 大话别说得太早 当上会长再说吧 与此同时 一位稳坐社长之位的大伯 却因为道俊的到来打破美梦 道俊告诉他 自己已经将顺扬信用卡还清了 在秘书的帮助下 现在自己是顺扬集团最大的股东 气急败坏的大伯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准备借酒交仇 不料一把被大孝子新俊打掉 新俊发飙说我努力了三十年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瞧不起你 因为我都瞧不起的人 肯定继承不了顺扬 现在顺扬集团被道俊抢走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喝酒 父亲嘴硬地说 即使道俊是大股东自己手中 有经营权也不影响什么 新俊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作为大股东的道俊 可以随意行使全力的 也可以随时把我们踢出理事会 另一边成为大股东的道俊 准备回奇迹公司庆祝 不料老吴和小秘书却说 难得能早点下班 他们想早点回家陪家人 而此时 道俊躺在沙发上 感到了无比的孤独 于是 道俊来到了和敏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却看到心心念念的敏英 因为之前 敏英希望道俊 只认奶奶教唆杀人 可最后 道俊却将奶奶送出国 道俊没办法给出交代 所以只能默默躲在后面陪着他 回到家后 妈妈说 希望道俊可以遇到一个辛苦时 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就算敞开心扉 也不会觉得害羞的人 道俊说 自己已经找到了 那个相濡以沫的伴侣 可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 这个人却将自己抓了起来 原来是有人举报道俊 贿赂总统大选 并且拍下道俊的司机 运送大选金的视频 而江律师也已经承认 收到了道俊司机提供的大选资金 道俊极力否认自己提供过资金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二国身边的算命大师 白秘书竟然跑到监察厅 主动自首 承认是自己亲自送的大选金 幕后主使之人并非道俊 而是二国